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害羞啊 原来苏大哥就是我的夫君 我们也太有缘分了吧 请吧 请 你是侯府世子 原来她并非我的夫人 天底下竟有长得如此相信的陌生人 我太久了 不然我太久了 我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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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苏大哥 你觉得我做的这个怎么样 好看 是吧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少爷您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我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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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看 沈兄弟 我没事 是没事 你该喝药了 我来吧 我喂你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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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你别动 手放下 上嘴 不愧是我沈娇的相公 就是帅 挺 什么味儿 迷魂箱 快乐 的 人呱 的 哥 所以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哥 你呢 到底是什么人 半夜溜进沈兄弟房间 苏大哥 沈兄弟 怎么了 是啊 怎么这么激动啊 这个纸又是浴水又是脚印的 太脆弱了 我怕它坏 你不帮我去算了还吃过它 是我亲口 那你先告诉我 你为什么大半夜都化 都化妆啊 你们在说什么 她 她们在担心嫂子呢 对吧 对 也不知道妹妹怎么样 是吧 哥 我说 夫人她还算安好吧 沈兄弟不必担心 不担心 我们继续 继续说正事 对 说正事 正事 你们是好府的客人 他进好府的客房找什么 我都检查过了 我的银两 东西都在啊 苏大哥 苏大哥 你还记得这个吗 这个是苏大哥在生破少女失踪暗中查获的 他们一直在用少女的鲜血浇灌着东西 苏大哥说让我先保管 回京之后再找人调查 难道他要找的就是这个 不知道啊 可是我也没什么其他特别的东西了 苏大哥你聪明了一次 你在京城并没有什么利益牵挂 他 却到了侯府就被人盯上 那就只能说明 是跟这些少女失踪暗有关了 那所以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都没见过 我好像在咱们家的药经里见过 但我也记不清楚了 到底是什么 竟然需要少女的鲜血来浇灌 所以这个人 会不会和追杀你们的刺客有关系 追杀 刺客 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伤 此事说来话长 对 当时 我们兄弟二人送妹妹来京的时候 必须尽快找到这个人 否则以后更危险 伤疤 把手里活放一下 来来来 大家都把手里活放一下 都过来 我跟大家说 有一件大好事 这世子心疼大家 马上就要入秋了 给大家每人做一套冬衣 冬衣啊 下面呢叫到谁 这套冬衣啊 谁就上来量体裁衣 也不知道这次冬衣什么样子 开始啦 把袖子捋高一点 这边也是 冬衣发这么愣 上来 小菊 你想要一个什么颜色的 小菊 发什么袋啊 没事 太好了 有新衣服了 好期待啊 我得呀 你喜欢粉色的吧 我也想要粉色 你们快上来吧 走了小菊 怎么回事 你们三个下去包扎一下 管家那边传来消息 说侯府小厮当中 没有手臂受伤的 只有今日 在量体裁衣的时候 三个丫鬟不小心打碎了碗 伤了自己 那就只能 再想别的办法了 再想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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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我 为什么是她 不是她 谁啊 苏大哥 是我 沈兄弟 苏大哥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喝酒 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沈兄弟不必担心 咱俩是好兄弟 来 我陪你喝 我兄弟 他兄弟 干 沈兄弟 为什么 他是妹 那 我 我喜欢他 不该爱的人 喜欢妹妹 你 喜欢妹妹 沈屋姑娘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